什么我做了一场梦 结果就被困在了一个密封的宅地里 那我咋办呀 这有个门 不过上面写着要输密码才能输学 天哪 我终于不用到处找钥匙了 不过找密码感觉好像 怎么 好像更难呢 花盆里面发现了一个小电视遥控器 发现了两个数字 三和八 应该是密码的一部分 输双台上面还有一个大电视遥控器 有了有了 是零四 那密码就是三八零四呗 门开了 这屋里咋还有人呢 不会是小偷吧 还好我有枪 不然可就危险了 地上怎么还有黑糖珍珠呢 这不是雪王吗 你在这干啥呢 难不成要跟我合唱 你爱我我爱你 迷雪冰成甜蜜蜜 这里还有个杯子 我知道了 把黑糖珍珠放进杯子里 再放上微波炉里加工一下 一杯黑乎乎的奶茶 这不就做好了吗 直接把奶茶给雪王 密码这不就有了 不过还得找剩下的部分 发现了一个扳手这是干嘛的 对了啊 我记得就快有一个铁窗户 好了 密码是1984 用最奇葩的方式把帘子打开 这还用打吗 直接用电风扇给它吹开不就好了吗 咋跟我想的不一样 里面还有一个房间 在楼上找到一个画笔 哇 哇 我喜欢这个玩偶啊 真好可爱呀 诶 不会是让我对古诗吧 我怎么感觉有种在写语文作业的感觉呢 酷疼老树婚鸭 后面肯定是小桥流水人家 夜来风雨声 花落之路少 这题目也太简单了吧 西人已成黄鹤区 后面是什么来着 嗯 啊 这个 我想想啊 应该是黄鹤一去不乏 呃 不对 是此地空于黄鹤老板 哎呀 还好我谨慎了些 这东西南北风 对我知道 前面是千魔万机含尖刃 西是满鞍尖 那对应的肯定是东西 等等啊 白鹿位移前面是哪一句来的 呃 啊 终于过来了 没有想到解密还能运用到这么多的东西 作者的语文肯定不差呀 这关是找到字母 按照顺序白号 这几个字母呢 肯定是open这个词啦 这里就是最后一关了 最后找到一把锤子 难不成是让我跳串它 不过这屋子这么好看 我都有点舍不得走了呢